瀋陽一間賣鮮肉的超市 一個店員懷疑與顧客爭執 用刀斬傷多人之後逃走 消息指至少造成兩四七箱 在案犯現場有人頭部被刀斬傷 經包紮之後再送院搶救 據瀋陽市公安局說 案發在大東區一間賣鮮肉的超市 星期三早上 一個任職櫃桌聖田的員工 因為豬肉問題和一個女人口角 他其後用刀將那個女人斬傷 在逃走期間再斬傷多8個人 當地警方已經展開追捕